我看一下 我们今天呢会讲一下关于这个土字的规则 之前上次是讲咬字对不对 咬字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土字 什么叫做土字 我想呢从这个整个唱歌的过程当中 你这个字头自负字尾 整个他们之间的关系 以及最终你在一首歌里面每一个字的这种咬字 它每一个字呈现了一个效果啊 一个状态 好的 那么我想问一下啊 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唱歌会有字头不清 啊 字头不清就是字头比较松 比如说你唱一个 你会唱成 就偶尔会出现这种声音对不对 这叫就是字头不清楚 第二呢还有一种是跟它相反的 字头太紧 旅操啊就是太紧了 咬太死 就太重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呢字头的时间太长 比如说一个家 呃它本身正常是 家 我的家 在东北松花江上 有有有有有些同学会唱成 我的鸡啊 鸡啊 就是那个字啊 那个鸡啊 这个字头 它给的特别的久啊 这个也是不好的 这是关于字头的出现一些问题 当然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些问题 是最好的 如果你有这些问题呢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会再把这些问题呢 说一下哈 怎么去把它解决 这是关于字头太松 就是不轻 再是字头太紧啊 要太死 第三是字头太长 这是字头 那么你有没有会觉得 有自己有字负的问题 字负呢 最多的问题就是 字负的这个不圆 有这个问题对吧 对应该是有 因为我是听到很多的学生 有这样的问题 我就把它总结下来啊 跟大家讲 还有字负不圆 就是要么就是字负变样 比如说我的家 啊是一个啊是竖着开 可能它唱成我的家 你看这个啊就显得很外 不在通道里面很扁 比较扁啊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字负还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字负它打不开 它闷在这个口腔里面 那口腔开不了 结果唱成我的家 我的家 就是和这个字头啊 给它搅在一起了 啊我估计也有同学 有这样的问题啊 这字字头要么是不圆 太往外面张开 要么就是里面打不开 啊还有一些同学唱歌 可能他就 呃不太注重这个字负的交代 可能就没有字负 我的比如说唱那个 他唱比如说唱那个梅花泪 那日君一别啊 今有雪花飞 他可能那个A 啊A的A 他就没有直接唱着飞 那那呃 今有雪花飞 飞 就没有字负的一个呈现 应该是飞 对不对 那个A它就没有 这字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也是有的 那么还有第三点 我们说的字尾 什么叫字尾 就是收尾 对不对 收尾呢 有些是收得太早了 啊就像刚才那个飞一样 收得太早 就会让字过早的关闭 那就不不圆了 对不对 就对字 这个字负的交代 就不清楚啊 就字尾归太早 飞飞 飞 啊 还有呢 字尾不明显 字尾很多同学 他就没唱 他就不归运 有些人是太爱去把归运做 做得很词 啊 做得特别的强调它 还有 太不强调这个字尾 直接把它给忽略了 比如说那个江水的江 江 一江 江水 可能会唱成 江 江水 江 跪一半 江 他没有归到鼻腔 啊 字呢 很多很多种 因为我们字 这个汉字啊 这个拼音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我今天会挑一些代表性的 跟大家讲一下 这样你们可以 几于一反三 下去自己学习 刚才呢 我们说了这个 就是你会出现这些问题 啊 我刚才说的字头的问题 太松 太紧 太长 字负的问题 不圆 啊 后面打不开 啊 第三字尾的 字尾收太早 还有就是不 没有字尾 不归运 啊 这些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有的话 你们也可以呃 就是 多去 把这节课多看一下 如果你没有的话 是最好的 一般来说呢 这个非专业的 这个歌唱者呢 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在自负 自负 自尾上面 多多少少 啊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是说了 今天的土字规则呢 是跟 字头 字负 字尾有关 那么我们应该 如何去 啊 去 把这个字头 做得比较的 啊 到位 就是避免出现 我前面讲的 这些问题呢 首先我会从 字头 开始说 字负 再说 字尾 我们全部都分开说 这样大家 我们等一下练的时候呢 再把它 把它这个 一起来练 可能你们就容易理解一些 好 那么字头呢 要有一个什么规则呢 就是你想把这个字头 咬得不那么的紧 啊 时间不那么长 你必须要遵循三个原则 一 你这个字头里面要有气息 气息 为什么呢 你看很多的字头啊 就是我们的生母 生母呢 它不是常常震动我们的声带 对不对 不像那个 那个原因 哎呦 它充分的震动了我们的声带 所以它作为主干音在唱 这也是我上节课讲过的 你看这个字头 生母 它很多时候都是 一种气流在 帮助它发声 比如说 是不是啊 就感觉它并不是非常非常 呃 明显的需要发 发一个什么的音 而且有气息 有那种阻气的动作 这什么 两个两片嘴唇在一起 然后并在一起的时候 被气息瞬间的冲开 你不要 你不要 是不是啊 那个波就太重 所以我们自我们的字头要出来的话 一定要给一点点气息 让气息把这个字头 打开 胶带开 这样你的字头就不会咬得很紧 这是第一 字头里面要有气 你看 喝 喝 喝水 喝 是不是 喝 你是不是感觉有个气 把它说 感觉 喝 太太白 而且这个也不属于 不太这个准确 就是在读这个喝的时候 我们是喝 喝 啊 喝 有气对不对 字头第一个要加气 第二 字头要短 短一点 不要很长 不要 不要 不要这么 不要这么长 你要感觉它短的时候呢 有一种什么呢 有种什么力量在一起 像那个 像那个 像那个球一样 被弹开 就是有那种 有什么 有种力道 那种是很轻巧的 啊 非常的 一触即发的那种力 一触即发的力 非常的轻 而且呢 比较短 啊 所以我们字头上要遵循三点 一 有气 二 短 三 轻 记住了吗 所以你看我 我读的时候 是不是你们能不能体会这三点 三点 这个 这个特点 有气 短 轻 短也叫快 对不对 就是 短 就叫轻 要快 要有气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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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乐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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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 这个机 很多同学会是 机 机 吸 就 咬太死了 所以唱这些 闭口音的时候 就显得这个字特别的狭窄 机 机 就可以了 不要 机 机 气 吸 吸 吸 气 吸 一定要有点气出来 不要 机 气 吸 啊 机 轻 短 有气 快一点 机 气 吸 啊 好 这是我说的这个字头 遵循这三点 第二我们来说一下字负 字负呢 你想把字负唱圆唱好 你的原因一定要把它稳定下来 就是我们上节课讲了一下关于这个 AEO 对不对 就是这个 AEO呢 就像 你的这个咬字里面的 这个建房子的钢筋一样 它要非常稳固 它要非常的 就是一种什么 一种一开口就能到那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大家练声的时候要多练这个 AEO的这种转换 所以你想把字负唱好 你想让字负 加入了字头和字尾 依然形态很好 那你就得把字负这个基础给它唱好 所以呢 你想要把字负唱好 前提是你的原因比较稳定 AEO 好 那么第二字负呢 是我们相对于字头和字尾来说 它的实质是站的最长的地方 你看你唱歌的时候 你稳定的时候是在稳 你拖音也是拖在字负 对不对 比如说你唱那个加这个音 你不会是拖一个鸡这个字头 你会拖阿这个音 你不会拖鸡啊 是不是这样 就是字负的实质 在我们的歌唱中是站的最长的最多的 因为它是一 它能够充分的振动声带 这是我们上一个讲的 第二呢 它可以非常的有助于 船 串通 填满我们的共鸣腔 你看鸡 鸡就感觉找不到共鸣腔 鸡 鸡啊 是不是啊就 啊就瞬间感觉共鸣腔就有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原音唱好啊 所以这是对字负的要求 它的特点是 它的实质站的比较比较多一些 所以我们要把原音唱好 即便是加了字头 加了字尾 你这个原因也是主要的音 那么呃前面的字头你们一定要不要忘了啊 它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我们等一下在做的时候不要忘记 先我们来说一下字尾 刚说的字头 字辅 还字尾的要求 字尾呢 你只记住两个方向 第一 你这个字尾是往里收拢的 啊 是往里收拢的 是闭口的 还是不收拢的 字尾 是张开的 那么闭着的字尾呢 就是收拢状的 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 江 它收在什么地方 江 江水的江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后避遇母 所以它最后这个音是 啊 在鼻腔里面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收尾 还有这个 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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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方的客人 请你留下来 溜 来 是不是收拢的 啊 所以说 我们的字尾 是收拢状的时候呢 你这个字呢 能够把它收在一个点上 有的时候呢 它是在我们的 硬口盖 前方 有人中这个地方 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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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就是这这一串 鼻腔共鸣 所以为什么你们听听一些歌歌者啊唱歌的时候他土字为什么那么统一意思也很统一呢 因为他整个咬字归运他是归在一个点上啊尤其是我们民族的这种声音他更强调这一块 来 来 家 他不是 老 家 他是在一个统一位置 所以收拢状的地方你们记住 往鼻腔 这个姜肯定往鼻腔收 姜 那种家 那个那个流 开 看 哭 还有呆 等等等等 就是收拢状的 记得往这个地方前方走找一个共鸣点 就是一个立的一个支点啊 不要到处不要到处串 好 这是一个字尾收拢状 第二不收拢 也就是说他相对是保持在一个开放的状 这个是维持我们的原音状就可以了 开放状就是啊 哎 还有哦 这样的 这样的比较少 一般来说主要指的是啊这种 A这种音啊 A A E O E都还还不算是这种开的 E还剩收拢的对不对 比如说 家 家 家 啊 是开的 卡 卡 卡 还有 哥 哥 哥 是不是啊 哥哥也是稍微开一点 还有那个 落 落下 是啥 是啥 就等等等等这些 所以这样的音呢 你就想往着原音去靠 往原音靠 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往那个 往那个 开口的那个状态去靠 啊 啊 就这样去唱它 其实我觉得不收拢的其实还是比较好唱一些 啊 嗯 啊 W 超M 老师直播画面背景好看 啊 谢谢 谢谢 这个今天是小年 所以就稍微弄了一下 希望这个大家能够呃喜欢 那么我们的课呢 你过年期间也是不间断的 也会是陪伴着大家一起啊 争取让大家过年这个休息的几天可以好好的放松的唱唱歌啊 嗯 我刚才讲到哪了 好 讲到字字母 字尾 我就说完了是不是 就我们字尾呢 开放状的更好唱一些 你们感觉是这样吧 因为开放状的 你就本身就 就直接就打开嘴 啊 就可以唱出那种很饱满音 反而是那种收拢的啊 让你又 那一个什么内部打开呀 什么前面摇好啊 这样的就不好唱 但是往往我们唱歌里面更多的是收拢的那种字比较多 是不是啊 好 这我们就把字头 字腐 字尾 这三个关系 还有他的一个唱他的时候要注意的什么啊 哪些点给他讲了一遍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 没听明白也没关系 我们要在做里面去实践中去找这种感觉啊 声乐这个东西呢 讲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做啊 是去实践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 来跟老师做一下啊 我们现在 来着门的说 App 我们下班牡业的一个球运 分别 terms